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宜兰头像海凡米 海面在在看狗的时候 找狗雷的声音 要狗 这是赏金船上 让人们看到一群海豚跳出水面时 惊喜的声音 欢迎收听 海洋生态博物馆三部曲 这是蓝阳博物馆 与米米之音合作推出的系列节目 透过三集节目内容 让大家用听觉 神游宜兰的山 河海与人的故事 从宜兰县头城镇的 县立蓝阳博物馆 往海平面望出去 龟山岛就在不远处悠游着 在回望海岸边的村落 有靠海为生的龟山里和港口里 这里就像一座超大型的博物馆场域 从乌石港到龟山岛 其实才短短十公里的距离 但是这片海域却蕴藏了非常丰富的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 一般游客最熟悉的像冲浪 看锅赏金 还有登龟山岛各种活动体验的时候 很容易就能够遇到在地的海洋达人 他们会不吝啬地将自己与这片海洋的情感 知识与经验跟大家分享 各个都可以说是这座海洋生态博物馆的馆员 这个系列非常适合来到宜兰头城 总是走马看花的外地游客一起寻宝 也很适合想要来探究这座海洋生态博物馆 到底还有多少珍贵收藏的本地人来收听哦 这一集是海洋生态博物馆首部曲《龟山岛》 将有四位海洋达人为大家服务 而其中三位都是龟山岛人哦 他们有人就在龟山岛出生长大 有人是移居头城大西之后的后代子孙 共同点呢 就是都有着精彩的岛上故事和海上生活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位是民国四十年出生于龟山岛 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才移居到大西 现在是头城镇镇名代表的简英俊先生 简英俊这个名字已经跟龟山岛画上等号了 关于龟山岛的传说很多 有人说这只在海上悠游的大海龟是母的 因为它身旁还保护着龟卵 真的假的 不用再听说了 简代表的妈妈见证过 龟卵岛确实存在哦 我老婆做小孩的时候 龟卵都扶在那里 扶在水面的 如果要去都要牙腿 牙腿这样拔 古山岛也在那里 龟卵岛上那里摆海菜 但是现在 现在龟卵两个 有大龟卵小龟卵 现在都在海底了 听说在那里民国三三年了 阿处大战的时候 河就炸弹炸到 现在就是在水面 水面但是那里 但是那里 那里也不敢过 过去都触着 哦 以前简妈妈 还曾经用梯子爬上 龟卵岛捡海菜 简代表的台语 有着非常特别的QQ 很好听 但是如果大家有些 听不懂的地方 大米呢 可以简要的做重点补充 接下来 听听他在龟山岛长大的日子 先从他六岁那一年 开始说起 做小孩 我记得 在那里 以前 古山岛有一个河 古河河 古河河有一个河 所谓的酒 所谓的酒 落在那里的码头 因为那个 古山岛长间开过三遍的时间 所以他就在那个 古河河那里有码头 古河河河 有些人叫他 给他叫 叫 两边边 都男人都在那里洗衣 洗衣 我跟我们老母去的时候 六岗 我老母说 说我要去设施 一般设施 都要 应该是要七月就要设施 六月就 就跟我们妈妈 差公要去 要去学校 要去设施 设施的时候 那个生活 拜六 礼拜 都要去山顶 聖茶 蒸饭纸 有两天就蒸个菜 那买阿嬷 买阿嬷 因为我们要捏鱼 鱼子哪 早上去捏鱼 买阿嬷 我就是要去 去海境 等 等我买阿嬷 不得 做哪 不得 就是要 倒露 做哪 就是 Q 做哪 去看 他提到 六岁那年 跑去跟妈妈说 他想上学 当时岛上的最高学府 就是 龟山国民学校 在上学的时间之外 每逢假日 都需要上山 找柴火 还有 种地瓜 种菜 而平常 放学之后 则要到海边 等爸爸捕鱼回来 帮忙把接驳的小渔船 拉回来靠岸 因为龟山岛曾经三次 新建码头 但都失败了 每次遇到台风迁袭 航道就被阻塞 可见 以捕鱼为生的岛民 面对的生活挑战 有多么巨大 接着要说到龟山岛上 家家户户 几乎都有养鸡 养鸭 还有猪哦 而且养猪的地方在哪里 你猜猜看 就在 廚房旁边哦 我记得做小孩 古山人的廚房 以前那家都跟小家 不太大家 廚房在那里有 半天 跟廚房做好的以外 廚房也有 在廚房 在廚房 起廚的地方 如果廚房 廚房在那里 过年是大家 平时 很久 有汤 都吃豬肉 过年也是 两三天 应该是两天而已 两天有豬肉 还是鸡肉 人家吃 过 以前的人 小孩都也 比较多 家庭都比较多 两天 有 现在的孩子 或是年轻人 恐怕很难想象 一整年 几乎没有肉 可以吃的日子 只有过年的时候 才有一两天 吃得到肉 这样的生活 不止 食物的记忆深刻 在龟山岛上 生活必修的 生存技能 也都刻画进身体 每一寸肌肤和血脉 我在猜 如果台湾举办 小学生野外求生技能 龟山岛人 应该都会名列 前茅才对 但是 很喜欢上学 读书的简英俊 岛上只有一间国小 毕业之后 怎么办 是不是就没办法 继续上学了呢 自小孩 就是 真心要讨学 但是 但是 在古山岛 国家比较 六个人 古山岛的人 如果要讨国家 国家的秘书 台湾这边 五千山 的家庭 长得大 才有的家庭 讨国家的 对啊 不然你如果 国家你下課 你下課 你要招待 就是要有 青山的家庭 长得大 才有的家庭 讨书 要讨书 还不敢说 不敢跟世大人说 古山岛一般都在狙虎子 因为我 十五岁大人 大人就是要到老婆 到海 捏鱼 肚子 到山岛 所以都不敢说要讨书 国家比较就是 做什么 买一些 十五岁 十五岁有时候 会来大家这 头上这买肥 而终于 终于在水路的 譬如说大家庭 要钻来古山岛 或是古山岛 要钻来大家庭 让这些水路的 都 以前小孩都会 帮忙人 帮忙顺顺 到长岛 长岛 帮兔子 台里叫做帮兔子 给他们帮兔子 他想读书 却不敢跟长辈说 原因就跟自己 是长子有关 因为需要帮忙 赚钱 维持佳绩 例如他会到船上 帮忙 往返于大西 和桂山岛间 卖杂货的船家 掌舵 打工 赚零用钱 这听起来 超厉害的 打工形式吧 那么推算起来 简代表 很小就开始 学习海事 接触捕鱼 还有各种海上工作咯 还包括哪些呢 十二回 接上海洋 比如说 在古山岛附近 发兵 放链子也好 钓鱼也好 其实十二回 就开始了 跟鱿子 出去抓鱼 应该是十五回 十五回 开始抓鱼 当时都在海地 但是我刚才有说 那做鱼 就开始 学习海洋的 一些海洋 海洋也好 海洋也好 譬如说 发兵 我们钓鱼 钓鱼去航行 如果刚才大洋 钓鱼是要怎么 来扣鱼 我说就是扣鱼 就是整这个鱼 让它对钓鱼 没影响的 钓鱼的安全 的方向 那种爱的鱼 才有杀的 爱的鱼 叫海洋 哇 叫海洋 第一次听到 这么有动感 又深不可测的 航海专业术语 从小 他就学习观察 海浪和海流 驾驶 渔船的技术 这都算是 龟山岛小孩 与众不同的专长 不过 当天气不好 不能出海的日子 那时候 又要忙哪些事呢 那如果 并住了 风头 没出海 就是要去 探队 就有五个鱼 那旧的探票 有五个鱼 不然就去山上 掐柴 做鱼 其实我做小孩 印象中 有山岛的爪 都没有大鱼 我那时候 叫做山楼 山楼 这边台湾的 可能是 叫南爪 南爪 那是无岛的 那是无岛的 以前 做小孩 就是小孩 去山上楼 走路 都不敢看路 走去看路 看着 就是在山岛 不敢看路 上山工作 最怕遇到蛇 就算不是毒蛇 但是一想到 小时候上山 因为害怕 而一路往前冲 不敢看脚下的山路 现在回想起来 应该是很敬佩 当时小小年纪的自己吧 再说到岛上呢 没有瓦斯 全岛上100户左右的家庭 每天都是靠捡柴 烧火煮饭 但是山上哪里有那么多柴 可以捡呢 大家都怎么收集柴火的啊 以前古山岛 不敢说 每个月要吃饭 吃饭 一定要用水茶 水茶就是飘流木 以外就是山顶的草茶 主要有说草茶 也有去盖的 后边山的 穿不平地的草茶 在草茶以外 就是要去海景 要去顺茶 顺茶你看看 顺山岛应该是住了100户做柴 100户做柴 大家都想要去捡水茶来 飘流木来 做香味茶 我记得我做小孩 有两天早上 三点五下 天下不过 来去海景那里算 顺客有水茶 说到这件事就是 想到我做小孩 向前应该是 八九火而已 跟一个盘 我跟他说 他说是什么 去顺客 去顺客 捏外一个 掐一棋关 走一棋关 走一趟 拨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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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又放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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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把那个人 小生的人 就载去大级港了 那方台天而已 很危险的事情 这样大人 那样的英雄 就载过台湾这边吃鱼医院 八岁那年 因为看着同伴 捡柴火而受伤 岛上又没有医疗资源 大人冒着台风 轻奇的危险 划着小船 将孩子送到大溪港医治 那样的勇气 与那些画面 深深刻进他的脑海里 提到缺乏医疗资源这件事 桂山岛人平时 如何应付各种 健康上的疑难杂症呢 一般都山顶 山顶一些草药 不然就是去庙 庙在拜神明 尤其是古山岛 庙的后边 有一个毛巿 毛巿 我们是叫做毛巿 毛巿 现在到大了 两百三十多年 那些毛巿 古山人就是做毛巿 毛巿 毛巿 黑潭 都做是新手 小孩 小孩 大人 一定要去闻基公 我都叫做闻基公 卡耶 给闻基公 做小孩 每年的骨验 七月七月 都会去美国 去闻基公 那边 现在已经230多岁的毛氏公 所有的龟山岛婴儿 都会来到这棵神树下 拜毛氏树 成为他的儿子 干儿子干女儿 每逢农历7月7日 是祭拜毛氏公表达感谢的日子 大家都会带着米糕来拜毛氏公哦 期望孩子可以受到庇佑 平安长大 究竟这棵毛氏树 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古山岛 全岛 几粒岛 单单去外有一张闻戏 麻氏了 单单一张而已 唯一张而已 过来就是闻戏 他都会结枝对吧 结果练入来 一般的闻戏说那些枝练入来 在我们理解中 一定会发到40个起来 但是都没办法 很奇怪 龟山岛小孩都有一位共同的干霸 就是毛氏公这棵神树 真是太酷了 还有简代表回想到他小时候 在岛上玩的游戏和玩具 也非常与众不同 叫做打寸子 还有放风筝 但你如果以为是一般的风筝啊 那就太小看桂山岛人了 以前古山岛 没有小孩比较没玩的地方 就是省甘楼帕春季 放风筝 放风筝 如果有一句 有小孩说九月切狗 风吹风吹风吹 就是到九月来 他有冬柏几风吹 小孩下去放风吹 放风吹 放风吹 一开始是 小孩还是八角 还是小孩 更简单的造型 老婆的因为 小孩和小孩的旨感 都会競争 他就是看山岛 更特别 更漂亮 放得更大 没想到 它变得七十二角的风吹 七十二角 七十二个角的风筝 长什么样子呢 在桂山岛渝村文化馆 看得到哦 我还偷偷问了简代表 他小时候放风筝 是几个角呢 他笑说 八个角当然有啊 但是七十二角风筝 也没问题的啦 这些桂山岛的成长经历 在简英郡的记忆里 是如此清晰 由于岛上的生活 相对贫困辛苦 岛民于是集资在大溪里 买了两千多瓶的土地 贷款建屋 从六十三年开始签村 没想到国防部随后宣布 桂山岛列为军事管辖区 大家非常震惊 许多人的家当都还留在岛上 而那一别就是二十年 桂山岛人只能远望思念故乡 直到八十三年 政府首次开放登岛 举办 《归来吧! 桂山》这个活动 才让六十位 桂山岛人登岛回家 简英俊还记得 那一天一上岸 大家仔细地抚摸着每一颗石头 每一处警戊 那天刚刚刚刚刚才发生了 就发边每一颗石头 每一项名都能够在他看 他就在他看 那就是对这个 举山岛这个土地的感情 非常地震撼到 第二个表现就是 应该是民国表九年 八月初开放举山岛开放 我就在民国九十一年 去找一个人到我去 那边山岛 那我早期叫做 穹拼帝 穹拼帝 穹是一张 一张水果 穹就是洋梅 我古山人叫做穹 拼帝就是拼的 就是断来的 穹拼的拼帝 那组小孩都要去穹拼帝 穹拼 穹拼 如果去穹拼 都要带一个跪跌 那天有蕉子 就带他去 因为蕉子 他会去吃什么 吃穹拼 我去摆拼帝 我们穹拼帝 刚才吃了 应该是古山人 对这个古山渡 那早期 那个真不好 这样会犯犯了 我当时在那些 都像的 生存 生化 都是必须要扣 大家的通知 要有很有耐性 所以全村后 对这个土地 古山渡的土地的感情 特别深就是这样的 如果听节目的你想当一个很了解龟山岛的人 不妨把简代表说的记下来 下次登岛爬山 寻着鸟叫声 注意看看是否有黄梅树在附近 望梅止渴的同时 你也算是个龟山岛通了哟 谢谢简英俊 简代表 带我们搭时光机 神游乐四五零年代的龟山岛 爱读书的他 在23岁千村离开龟山岛后 没有放弃求学 你知道吗 他今年71岁 刚刚拿到博士学位 真是太令人敬佩了 第二位来宾是卓信源 笔名傲爵 骄傲的傲 绝情的爵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布袋系风格的名字 没错 他正是一位知名的金光布袋系编剧 信源在民国71年出生于头城镇大西里 他的祖先是龟山岛的第一代原住民 到了他这一代已经是第六代了 在大西只要听到姓卓的人 就会说哇 这个是首富 在大戏 赛兜 赛养人 这句话不是江湖传说 是真的 至于为什么投城大西这里的人 都认定姓卓的这个家族 是很富有的呢 请卓信源为我们揭晓答案 我的小子嘛 曾祖父 一早就是在土海 只是说我们家族是在古山岛以前来 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古山人 都在民国64年 去奥尘过来跟我们的台湾本岛 但是我的家族不是 我的家族在一本时代先来过来 因为我们古山岛顶管没美 没怎么整美 所以因为你说我们泰祖 泰祖就是第一代 我第六代 我们泰祖好业人 整天做招兽好业人 蛤 招兽 走私啊 在一早那个时候 做招兽是一件真伟大事 柴米油盐酱塑茶 全部都是靠这个海上贸易来的 尤其是在盐巴的这个部分 在以前官方没有允许的行为 就是走私啊 有钱之后呢 就在我们现在的大西 大市规模的买了 现在叫山地 但是以前站在我们的里面叫土地 我说的大家这个大家穿旁边的土地 那都是我们小桌子的 所以大家都说我们小桌子好业人 龟山岛他当初的生活模式算是渔业为主 但是应该没有人有办法每一餐都吃鱼吧 我没有有主食 我泰祖他从事海商的行为的时候 那你看他拿到了多少的东西 那其实龟山岛他不只是一个补豪 我们常常讲的 渔业是他的代表文化 对不对 但是贸易其实也许是当初他的代表文化 只是说他现在不存在 从海上贸易看龟山岛人当年的生活 卓信源给了我们不同的线索 他身为千村后的第二代 虽然从小就听长辈说着岛上的故事 但是要认同这个身份并没有那么容易 他耗费了好多年时间与心力 将一块块拼图重组拼凑 那些历史越往前追 才发现失落的越多 所以大家都在说龟山岛六十几年的历史 龟山岛他要用作这个是我们龟山的用地 他叫这些人牵过来 这是一个版本 另外一个版本也说 因为生活越来越不方便 因为我们生活是在进步的 然后呢 村里自治会 大家说要穿穿过来 就这样子 永远故事就是坐落在民国六十几年 那是错的 非常严重的错误 他只是一段 对 这个一段他真的没有办法去代表到 龟山岛完成的历史 我们就要一直往前追 我们就追到什么 大家记得人都知道 龟山丟致龟山朝日 对不对 俏风高出半天行 环破冲破寿靖明 一虎鼓旁山下跪 窖看风日屁头生 这是清朝通判巫族方写的诗诶 但是刚开始提出南洋十净的 是一个叫萧竹诶 这是文献里面记载的 然后后来巫族方又把他浓缩变八净 你知道这以前这个文人很喜欢搞那个八净 你知道吗 萧香八净 什么八净 对啊 所以就变成我一直会一直往前追 所以我会想去看日志时代的历史 那么信源对自己是龟山岛人 这个身份认同是怎么开始的呢 我以前小时候我做很小 我以前做就会告诉我 以前我已经在大历史这么大 那有一件我算是我们大历史 就是靠近海边有一件链 我以前都会告诉我 我们巫族来的 我们巫族来的 你来后面大一样 你先来回去看看 因为我先 我在民国七十几年生的 民国七十一年 所以我对以前巫族都没有影响 包括我丹到后面我大历 我去用分 分做我是大历史 你大历史你大历史你这不是龟山 我小历史对这个龟山岛文化 我不懂啦 什么叫龟山岛文化 对不对 我阿公 日本时代就是这个老师 我阿公也要去龟山岛找 去后面我阿公也要跟我说龟山岛的故事 不好意思 我一概没状态 没状态我没有办法去认同 因为我自小历史 你大历史我跟龟山岛有三个关系 正确的没办法去认同 但是我常常听的故事 听着听着 可能我的记忆也很好 那些故事 全部都放在我头上 甚至到后面 十七八月之后 我毕竟两个政策很坏 跟一些大家的朋友 就已经把很多故事 都已经放在我头上了 像我们的渔村文化港里面收藏的一幅图 他就是一个龟山岛的一个渔民 他就在捕鱼 然后呢 他听说也是那种无师之通的画图 他就很喜欢画龟山岛 结果海南 过世了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传奇的故事 然后他的遗孀还在 我们想去保存那个 刚开始在保存那个画 我刚好认识他儿子 他儿子是我客人 我这样就马上按电话 一通电话 某某人你赶快过来我家 那我跟建土就跟他谈 谈了的时候 其实他刚开始他妈妈也会防备 到最后面的时候 是后来他妈妈也是愿意跟我们见面 然后把他 把他这个先生就是 留下来很多的土 画的土 都有让我们参观 信源说 有一次他在大西国小 上本土文化课程的时候 当他发现有孩子住在龟山里 却还不知道自己是龟山岛人的那一刻 就惊觉龟山岛人的根和精神 如果不努力的传承 恐怕不久之后就要被沉埋了 但是啊 究竟他心中所理解的龟山岛人的精神 又代表什么呢 我们龟山岛人 就是一个 刻苦耐劳 刻苦耐劳 非常有刻苦耐劳精神的人 但是很奇怪 很矛盾 很矛盾 很矛盾就是说 是大人拚到买是买 就是要用最好的买好是谁 啊 你来万不倫 都说 啊 你脱海难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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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我们脱海文化 后来三成这个断层 就很恐怖了 对不对 因为你看 现在我们的时代在进步 包括这些孩子 刚刚开始以外都去运动 甚至 我包括在我们七十年 这几年有时候 我在自己问 大家都英文 好像常常自己家族的高速 没法到去到做会 然后他们也没法到有 那些公高速的能力 又去跟亚帝说 他们英文就跟我们 就是脱海了 我有一些朋友的客户都很高 外面吃头肉吃不好 结果也是回来 脱海不是 以前都是他们爸爸在看着 因为现在我们的脱海文化 已经改变了 几乎穿的 都是 我们说的滑楼 不然我们还有一个海坎的部分 你说以前来说 挣脱海难养 可能比较没钱 没想到精准 它就是海坎的部分 那些系统 全部资料都拿到 但是你看 这个东西都没有了 好 你如果继续来 有的没法到去 生这家的 没法到有 和基本质的行准 你就没法到去克服 没法到去克服 这些部分 那妈妈都会比较小心 因为我们没法到去 幻想说 二十二三十年以后 那枯三岛 历数的中处 丁摇 如今信源自己也当爸爸了 面对教育孩子 对桂山岛人的认同 与自己从上一代之间 得到那么多的记忆拼图 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当然不同啊 因为以前阿祖在跟我讲 我是要用想像在 就是以前没有办法回桂山岛 阿祖那时候年纪也大了 阿祖那时候年纪也大了 阿祖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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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他没有办法带我去 我到第一次那个时候 其实让我第一次最感动的 就是梦回桂山 我真的忘记那几年 那时候我记得 我那一年才十七八岁而已 那时候我们 呃 桂山岛人八百多个人 全部全部上岛 就是可以回去桂山岛 那时候刚开放 还没有开放这个桑金 没有开放等到的时候 然后我是 我是跟那轎 跟轎回去 但是有一个前提 我刚开始是因为 我在大溪这边的庙 我很厉害的 我这边是 供奉仪给王公 然后结果是 桂山这边的朋友 请我帮忙扛神教 我还不是用 我是桂山岛人的身份委屈喔 那那一次 那我觉得记忆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冲突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冲突 就是说 我第一次在海上看到 那个所有的渔船 大概七八十枣 全部这样子 要回归山岛 那种气势超出你的想像 那简直是海战的场景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以前有摄影机的很少 然后万一再都要连轎 连轎连轎後面 有一次我妈回来就跟我讲说 你今天在古山岛连轎连轎 你怎么知道 那新闻都没出来 你不知道 就是这样子 我跟 你现在我在教紫辰 很快 为什么很快 因为呢 紫辰 不管台义 可能我还有带他上过岛 他 到的那个地方 是生力其境 所以 我在讲故事 那可能方法也有关系 他会跟他讲说 爸爸 你怎么带 我说今天我都没有大国 我怎么带 但是有 听过这么大人 印象 你差不多 你倒一块 不敢否认啊 因为有我的关系 我速度就会快 他们会慢慢会对一个家乡 产生一个叫认同 他们像 你像我就会直接跟他们讲 那我们是归山岛的 你们是 你是可能就是说 好 那你是归山岛的地西带 卓氏家族的地西带 然后我们现在有看到一些 我要拿资料方便嘛 对不对 然后你去看这个文献 然后他在什么时候 有记录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其实连我们到现在 我都一直在补足 龟山岛的拼图 听到这里 相信大家都发现了 信源是很会说故事的人 如果想听更多 可以搜寻海波浪 不定期举办的龟山社区巡礼 就能实地踏查 认识在地的人文风貌 以及了解更多龟山岛的故事咯 哦对了 再来一题 要成为龟山岛通的必考题 抛毛 这个词的台语 龟山岛人会怎么说呢 这跟龟山岛人用的毛 和别处不同有关哦 请信源为我们揭晓答案 我们古三人都说 钉 不就是钉 一个实钉的钉的因 结果我在我们渔村文化馆 里面就看到一个 类似像以前的那个钉 所谓以前的那个钉 是石头做的 金字旁的这个钉 那个字是后来的 那个字是后来的 就是石钉的钉 那你说石钉的钉 他在那个地面 他钉做什么 石钉 对 然后变成是说以前 我们这个鱼准啊 他要抛毛 要把这个东西丢到海里面去 他说真的 他不可以钉做 抛在台语里面是念 啪 啪 就是把东西 啪出去 啪鱼 我们毛子啪出去 那结果他在抛毛的这个意义上面 他就叫什么 夏钉 所以叫做 蓝钉 这么多鱼吗 太多了 哇 哇 哇 听了这么多龟山岛岛上的故事 下次再望向这只可爱的大海龟 我们脑海中的画面与情节 一定更丰富了 但是 你有一种迫不及待想出海的冲动呢 那你一定需要认识这一位海洋达人 他是开赏金船 新浮风168号的船长 简国章 今年44岁 他的父亲就是简英俊先生 当年龟山岛人千村到大溪之后才出生的他 也是从小就跟着父亲在海上作业 捕鱼经验大概有20年哦 国中毕业就去抓鱼了耶 为什么呢 以前那时候那个比较喜欢海啊 不喜欢自己读书 就是看到海就心情会很好 可是国中就要出海的话 你负责的工作会有哪些 就是捕王啊 开船 那时候我爸爸就放给我们的 我们自己出去了 我们四兄弟自己出海去 你意思是说你国中就可以自己架着一艘船出海捕鱼 对 那我请问一下哦 你毕竟是在大溪这里 呃台湾本岛出生的 那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为龟山岛渔民的后代 自己的体质啊或者是身体的这些历练跟你同辈的小孩 有没有在某些时候很明显就会知道自己跟人家不一样 嗯 嗯 读书的时候比较会 如果在龟山岛在大溪那边 不会大家都一样 哦 对对对对 读书的时候比较看得出来什么意思 就是读书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大溪人 怎么看怎么看 因为大家都在讲抓鱼的事啊 读书的人不会讲那些事啊 哦 对对对 讲抓鱼有啊 那个增胎小孩有时候也会讲在西边抓鱼啊 对 那抓鱼跟那个海上抓鱼跟西边抓鱼不一样 哦 真的差很多 对对对对对 不过海毕竟是一个 有时候它几乎是在跟就是生命在搏斗 那种挫折不会在你人生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就都会遇到吗 海真的变化无情 那个遇过很多次了对 你不要这么轻描淡写哦 你随便讲两次给我听 有次去那个什么彭家渔回来啊 那刚好那个遇见风浪大的时候 那整个船的后面的网址全部都在水里面 那个是我遇过最大的一次 网掉到了海里了 那是整整个船的船身 上面都是水 哦 那都是海水 怎么办 也是要继续开回来啊 那时候会觉得是有沉船的那个危机吗 嗯 有啊 那个真的有 哦 对这个船的后面都是水 嗯哼 对 那回到平安真的回来的时候 你那时候心情会怎么样 是怎么 就送了一口气 对对对 不会想说 这行不是青菜人要做的 我们不要做好了 不会想这个 不会 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抓鱼为生的教育啊 因为你现在同样是船长 可是你不是捕鱼的那种船长 你是赏金船驾驶的船长嘛 对不对 对 所以赏金船的这样的船长身份是几年 十五年吧 哦 那比捕鱼还久耶 对对对 捕鱼比较 捕鱼好像八年还是六年我忘记了 哦 对对对 那这样这两个同样是船长 可是出海的目的完全不一样 对 你分享一下两个不同的目的性 有什么对你来讲 对你人生的那个体会有什么差别 因为捕鱼出去一定要捕到很多鱼才可以回来 但是赏金不同啊 赏金你就是载着客人出去 然后去找海豚 然后去看那个海洋生物 对啊 所以那个捕鱼的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 如果你载客人赏金的话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会有很多客人在看着你 你的这个结论跟我想象完全不一样耶 对对对 我以为出海捕鱼你就是为了要维持家计 你一定要有疗虚才没有 对对对对对 你还不是 你是带人家赏金 然后没有让客人看到海豚鲸鱼 反而你会心里觉得有压力 对对对对 哇 那要是有机会你会不会想你还是捕鱼好了 嗯 不会 不会啊 因为捕鱼 现在我也想捕鱼比较辛苦 但是这个赏金的话你是面对客人的压力 以前海豚真的到处都会有 但是现在它鱼卧量越来越少的时候 海豚通常会找比较久一点 对对对 金鱼也会变少 你自己这样转型 从捕鱼变赏金的这个决定 你自己有经历过什么比较严肃的思考吗 嗯 就是想了很久啊 因为那个一勺赏金转很多钱 所以那个很多事情要考量 对想了很久 但是最后也是转行的 主要就是那个投入的资金这件事情 对对对 还有那个牌照 因为它现在牌照有限制嘛 所以一定要有牌照才可以转型做那个赏金转 那工作时间呢 工作时间这个工作时间比较少 赏金转的工作时间比较少 抓鱼的话都是三四点就起床了 这个赏金的话大概六点多起床就可以了 对 然后以前捕鱼的话 你得要知道哪里有鱼 那赏金的话也是得自己去找 哪里有海豚可以让游客赏吗 对对对 因为我们通常我们会看那个潮水 因为它那个海豚会跟着潮水在走 它不会说有时候流到外面去 流向东流 它的海豚就不会进来 我们都会看潮水 听到一个资料是说 找海豚也是需要有专门的船只出去 这是什么意思 专门船只就是 我们通常是我们 因为它们的船比较小 开的比较慢了 通常我们找到了时候 会叫它来顾着 海豚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 我们下一趟出来才看得到 那这样的船它有特殊的名字吗 没有 现在就叫刺后船 刺后船 对对对 刺后游客的意思吗 刺后船 刺后海豚 对不起对不起 刺后海豚 所以现在的刺后船 就是指寻找鲸豚用的船只 不是伺候谁的船 是我搞错了 船长这边 愿意用什么方式 可以简单让我们知道 你身为一个赏鲸船船长 你的工作里面的重要的项目 是哪几个 一般我出港的时候 都会叫客人先穿好船船 然后风浪大的时候 我经常都叫他们坐着 因为遇到风浪大 那个才危险 风平浪静的时候 不会很危险 尽量看远 因为一般人一定会晕船 你不会晕吗 不会啊 你从小就不会晕吗 从小小时候会 很久的关系啊 对对对 很久的关系啊 你说到那个坐着不要站着 很多人 心急啊 很热情的想跟海豚 更近距离的人来讲 他可能就站在那个船头 最尖的地方嘛 对不对 对对 那个真的 真的最危险 最危险 因为他们不会像我们 这样子跟着船 因为不然我们 这个抓鱼抓久都会跟着船摇 他们不会跟 他们会抵抗那个 摇晃的晃度 所以当常这样子 会很受伤 那你自己有什么 跟着船摇的这个秘诀 就是跟着他摇 他船摇哪一边 就摇哪一边啊 就是人就是 本作用力就 本能就会对抗啊 不会 就习惯 要很习惯才不会 好 这个可能可以练习看看喔 那再说到 当你靠近了海豚的时候 大家通常你看得到 游客的一些行为 有没有什么是你观察出来 也觉得可以做一些提醒的 因为游客一看到海豚 他就会想说去喂食它 通常我们都会跟他说 他们海豚不吃面包 那么他们都一定都会 丢饼干丢面包 通常我们快到海豚的 到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会提醒他们 不要丢面包 不要丢饼干给他们吃 他们不吃这些东西 不要喂食 那还有呢 就是等海豚来接近我们 我们不会主动去接近他们 我们就停在那边 等它接近过来 我们再一起 跟着海豚一起走这样子 那我们在台湾 尤其是贵山岛海域这边 主要能够赏得到的鲸豚 大概是哪些种类 大概有那个 长尾飞圈海豚 还有平壁海豚 微五鲸 小五鲸 这四种是水塘鲸的 有没有你已经很熟 看到他们都像看老婆 有朋友的 有啊 那平壁海豚 有一次它那个上面 跟剪刀一样 他们 那个都叫它剪刀手 那个每一年都看得到 我们都会看那个背棋 去辨识 它有没有来过 对 那个什么感觉啊 你真的是跟一个 海底的生物交朋友的样子 对对对 那通常那一只 我看了十几年了吧 那一条大概四五百公斤吧 你自己的担心 除了像刚刚说 希望渔货 比较不要那么的过度捕捞 这件事之外 你还会有什么 这方面的 就是从赏金业者 看得到这整个海洋生态 你也会想提醒的事 就是 对对 那个垃圾啊 真的不要乱丢 垃圾乱丢 什么意思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有时候台风过后 那个出去啊 出港的时候 那整个海面都是垃圾 都是从台湾本岛陆地冲出去的 对对对 那个看你之后 我们台湾那个宝特瓶 很多 就像吸管杯子 什么都有啦 那一看就是 那我们是台湾 我们台湾的东西 真的垃圾不要往海里面丢 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海豚 它会去玩垃圾耶 它会咬去咬那个塑胶袋在那边玩 那那个塑胶袋吞下去 吞多了 他们就会那个 就会窒息啊 以前 应该说到现在啦 就是大家其实都很怕海 你说你是陶海人 你国中就会捕鱼 我们实在是心里敬畏而已 我们想说 这个人跟我们不同世界 就只能这样子 所以很难理解 也不太知道 到底真正跟海洋熟悉 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也有人会笑说 台湾就是有海鲜文化 没有海洋文化 所以可能好像透过去赏金的时候 有时候也透过船长啊 透过导览员 多给我们一些讯息 给游客讯息 他们就好像可以变成一个 有转换角度思考 台湾这个海洋国家的人 应该用不一样的角度看待海洋嘛 所以我觉得船长这个角色就会 感觉你是开着船 比较沉默一点 但事实上你是握着那个主导权的 你是有很专业不止 然后你勇气啦 然后危机应变等等这些事情 让游客很轻松的是在赏金屯 所以回过头来是就你个人的话 你那么喜欢海 那其实对于整个海底生态 在这么些年来 或许是气候变迁 或许是海洋污染这些议题 环境的议题 你会有些什么思考或担忧的事吗 这个现在鱼越抓越少 也不知道是气候变迁 还是过度补牢 对都还不知道 所以尽量 现在就是尽量 减少鱼捞 尽量减少鱼捞 看那个海洋生物 还不会再起来 对 如果海洋生物多的话 我们赏金的产业 海豚就多了 它有东西可以吃 对 它是共生的 对 它们是共生的 对 我们也知道 现在其实还蛮倡议 去强调要友善赏金的 不知道 船长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真的 真的要这样子 因为我们观 坐那么久都知道海豚 它如果你一直去冲动它 它不会靠近你 海豚是很有灵性的动物 所以它们都会记得你是谁 它会记得这艘船是不是 对 你常常去冲上它的船 它不会接近你 它也会跑给你追 对有的开船的习惯不一样 通常我们开久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海豚不能这样子去撞它 就要慢慢靠近 它有旺季的时候 是哪个季节 四五月这个时候最旺季 因为黑草 因为四五月这个黑草 比较会进来 因为它那个海豚 在黑草里面的海豚会比较多 是 因为渔获比较多的关系 对 所以如果说 旺季你说是四五月来讲的话 那在以旺季里面的最旺的时间 你会觉得应该是哪个时段 看到海豚的几率会更高 早上一般都是早上八点跟十点半 那十点的那一半船刺最多 早上八点跟早上十点 真的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对对对 因为它下午好像都不会往外跑 我们看过那么久 那下午的时候 它海豚也通常都往外跑 他们要去找食物啊 下午的海豚数量会比较少 那你说真的没看到的时候 你当船长有压力 你怎么处理那个压力 就是请客人下次再来啊 因为通常他们看不到的时候 他们会眼睛一直看着你 八九十个人眼睛看着你 那个压力很大 哦真的哦 所以如果你的小孩有一天跟你说 爸爸我也要当船长 我要去捕鱼 你能接受吗 捕鱼不能接受 为什么 因为我想说给他们做赏金的好了 不要再捕鱼 捕鱼真的很苦 对对 因为现在鱼卧量越来越少 因为以后就不能确定 到底后面还有没有鱼可以抓 那产业应该会越来越没落啊 捕鱼的产业 而且他就像你刚刚讲的 他是互相的 就是鱼产没有回生的话 对于鲸豚是不是会出现在 我们的海域也是一样 是一起被影响的 所以你如果让你的孩子不要去捕鱼 去开赏金 可是鱼货就一样变少啊 可能赏金这个鲸豚也出现的少啊 好那他跟你说他要开赏金船 难道你就会很开心吗 不会也不会很开心 就是尽量去学别的东西 不要再碰到海的东西啊 因为这个产业应该会越来越没落啊 你刚刚说不要再碰到海的东西 我觉得你这个话对我来讲 我有很深的感触 整个环境竟然让一个贵山岛人 会对下一代说不要再碰海的东西 怕未来没有希望这样 那你如果从你这一代 你觉得你还能够为他们 预先做的准备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一代 我们如果为了下一代着想 你觉得我们还能够做一点什么 或许对他们来讲是 会有一点希望 就是既然把海洋资源保护好 海洋资源保护好 然后我们下一代就会比较好一点 对 他是赏金船新福峰168号的船长 简国章 提醒我们保护海洋资源的重要 在这片海域常年生活的经验 是桂山岛人最珍贵的资产 最近几年船长也常参与文化计划 还有国小的教育课程 就是希望将这些无价之宝传给下一代 说到海洋资源的重要性 最后一位登场的海洋达人 将带来丰富的资讯 如果你是非常喜欢参加赏金活动的人 那一定要仔细听咯 欢迎蓝阳博物馆的环境教育老师郭玉璞 大家都昵称他是阿璞老师 他从大学研究所时期 就开始进行鲸豚研究 哇 那不就代表他看过好多好多海豚跟鲸鱼了呢 他在哪里看到的呢 大米这样问 会不会太心急了 这样吧 这第一次经验总是最难忘的 我们先请问阿璞老师 最早遇见鲸豚的经验是什么呢 以前真的有看过海豚的经验 应该就是各种海洋公园 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 那一定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屏比海豚 就是黑黑的 通常你想到海豚第一个浮出来的样子 就是所谓的屏比海豚 因为海洋公园羊很多 其实我第一次真的在看到野生的海豚 应该就是在西海岸看到中华白海豚 倒不是在做赏金船的时候 那看到白海豚真的是很奇妙 就是因为它叫白海豚嘛 其实看起来就是偏白色 那其实如果大家去查照片 会发现它成体整只是粉红色的 所以你就看到粉红色的一只白海豚出来 而且它是小时候灰黑色 长大才慢慢变成斑白 然后变得很粉红这样 越老就越通体粉红 颜色很特别 你们当时对于白海豚的研究包括哪些呢? 我们当时如果为了做研究看白海豚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是要追踪它 如果它不会太排斥的话 我们会尽量追着它 然后再来就是要算它们知数 或者是它们的行动 它们的行为有没有什么特异 比如说我们可以分的出来 它是在觅食还是在游走 或者是正在玩耍 社交行为这一类的 那我们船上都会有一些更资深的研究员 他们可以判断这只海豚的行为 那整体来说 其实白海豚跟我们东岸 这些赏金常见的物种 比较有大的差别是它们比较害羞 在这一路研究下来 那对于台湾的鲸豚的话 自己看了这么多 有怎么样的特色 可以跟我们分享对于台湾金屯的现况 其实当初会选择金屯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就是因为它们非常的特别 因为在海里面居然有跟我们一样的哺乳动物类群 而且它们非常的聪明 那此外因为念生命科学系 可能都要去辨识数各种各样的物种 那像维管树植物在台湾就有三千多种之多 而金屯类的在分类上来说 数量算是相对少的 目前全世界大概总共也只有大概在九十种左右的金屯 而台湾在这其中就有三十一种之多 包含了搁浅的记录或者是野外观察到的 也就代表说台湾的金屯资源 其实就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算是相当的丰富 是 它又会分东岸跟西岸很具体的不同吗 对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中华白海豚 它现在被定名为亚种叫台湾白海豚 它只会出现在西海岸 上至桃园下至台南 然后水深三十米以内 就是很靠近人为活动区域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可能比较 对船比较敏感 因为那边的渔业活动很多 但是通常正常的海豚 就是其他的那些你想到的黑色的海豚 各式各样 像瓶比海豚啊 宜兰的飞旋海豚啊 它们其实都在水深比较深的地方 那其实不管是东海岸出去 外面一点就有 西海岸再出去到更远的外海 也有这些瓶比飞旋海豚 或者是真海豚 对说到哺乳类 我们如果说像白海豚 大家普遍很可能直觉说 就是鱼 其实不是 这个部分 请老师帮我们科普一下 对对 不管是白海豚的这个别称 或者是大家听到鲸鱼 可能都会觉得它是鱼嘛 但是其实鱼 它是属于用腮呼吸的脊椎动物 它就是鱼类 大家有在吃鱼 应该可以理解 那其实鲸豚类 它们跟我们一样 是属于哺乳动物 那哺乳动物的话 就是胎生 然后它们会需要喝奶 所以有些水族馆 会有释出这样珍贵的画面 就是刚出生的小海豚 在吸妈妈的奶 或者是小海豚 直接生出来的画面 那鱼的话是卵生 顶多到鲨鱼是卵胎生 所以你会看到鱼卵 鱼蛋像乌鱼籽那样 或者鲑鱼卵 这是鱼跟鲸豚最大的差别 再来就是呼吸 刚有提到鱼用腮呼吸嘛 这个我们看到鱼都有感觉嘛 可是海豚都没有腮 大家想象 不管是你想象的 或者是你看过影片 或者是在赏金海洋公园看到的 海豚没有塞这个东西 鲸鱼也没有 它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呼吸方法 就是大家会看到它们出水 大家有的时候叫它喷水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 那个并不是喷水 那个就是所谓的换气 就是它们的头顶上有喷气孔 那个是它们的鼻孔 那它们为了游泳方便 它们的鼻孔经过演化 到了头顶上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游泳 你头顶上就有鼻孔 是不是就很舒服 因为我们自由式在那边 有头要一直转一直转 海豚不用 它们海豚跟鲸鱼的鼻孔都在头顶上 所以它们只要浮上水面来 那个地方就可以开始进行换气 所以那时候它们就开始把二氧化碳排出来 然后开始大口吸氧气 然后在那个瞬间 因为它带上来的水 就是带上来的空气是比较冷的 所以在喷气的那一瞬间 会产生水蒸气的冷凝 所以你看起来像在喷水 其实它只是在换气 对对对 所以它们并不是要来做什么喷水的行为 所以看到那个就要讲 它在呼吸它在换气 对对对 它不是在喷水 那所以老师您的这个研究经验里面 还有带很多大朋友小朋友 做这些环境教育的时候 你发现大家很容易发生的 一些错误的判断是什么 如果以飞旋海豚 就是我们宜兰这里最常见的一种 赏金很容易看到的 它们跳出水面可以旋转到七圈半 就是我们称之为鲸豚界的羽生结旋 它可以一直转一直转 但是羽生结旋还转不过它们 它四圈半都转不过 对那大家就会觉得 这样子的飞旋 是不是一种表演给游客看的 有的时候解说员或者游客都会误以为说 是因为我们今天来 所以它表演给我们看 但是这个 说老实话就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它其实这样子出来飞旋 是有它的用意 那这个科学还在研究 目前也还没有到很确切定论 但是绝对不是表演给我们看 第一种可能是它身上可能有一些寄生的生物 它要甩甩 然后落水 然后就会掉 就像是那个一种洗车的方式 另外一种就是那是一个社交行为 就是它展示出来 比如说雄性跳出来 我可以跳好高 我可以跳好美 给雌性看 反正不是给游客看 但是真正去了解它背后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再说到其实在龟山岛海域的话 对于赏金现在慢慢大家也越来越能够触及 然后也进一步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 从老师的这边搜集到的资料做了研究 我们龟山岛海域特别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尤其是金屯的物种这些 龟山岛因为它这边是好几个潮流的 交界带 然后再加上它本身又是一个火山岛 火山岛它有产生一些那个硫磺还有一些能量 在那边还产生了一个海底温泉生态系 所以这边光是潮流本身带来的营养盐跟鱼 就是让这边成了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渔场 所以龟山岛之后 招海域产出的鱼很多 不管是我们的渔民还是海豚 他们都很喜欢在这边吃鱼 第一常见的就是这里的招牌明星 飞旋海豚 它会跳出来旋转是海中的雨中节旋 然后再来就是热带斑海豚 长稳针海豚 还有很特别的浮饰海豚 浮饰海豚因为它外表长得像小偷 而且每一次出来都是一两百只 其实是最喜欢群聚的海豚 所以场面很壮观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叫平比海豚 也就是大家在海洋公园很容易看到的 那比较少见的就是大型的鲸 鲸类就是卫虎鲸 偶尔也会在龟山岛海域这边出现 所以其实我们从乌石港出去赏鲸 大部分会遇到的 比较偏向为海豚为主 那鲸类就有点可遇不可求 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鲸鱼啊 大刺鲸、虎鲸跟抹香鲸 它们经过台湾的时候 可能你会依序听到台东的赏鲸船或渔民发现 然后再来是花莲 那宜兰就要看运气 因为宜兰的 我们目前赏鲸船去到龟山岛的外海啊 附近可能都还不够深不够外面 可能鲸鱼还在更外面就这样游过去 但是也是有募集的记录过 哦 那鲸屯出现的时间跟季节也有关系吗 那如果真的要来看有明显的季节差异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具备所谓迁徙行为的大型鲸类 所谓的迁徙就是指它们会到处旅行 没有固定居住的地方 例如大刺鲸 它们会冬天的时候待在赤道 然后春夏之际 也就是大概在台湾三四月的时候 会经过台东跟花莲还有宜兰 但是因为三四月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有东北季风的侵袭 所以其实风浪通常不会太好 因此要在宜兰出海 而且还正对着东北方 找到大刺鲸的几率不算太高 那另外一种可以期待的就是虎鲸 虎鲸在世界上其实也有分 居流行跟迁徙行 在台湾唯一能看到的虎鲸类群 就是属于这样的迁徙行 它们也是旅行者们 它们大概会在八月的时候 也是从台湾的南部 华东开始 再往北游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叫它 巴巴结金鱼 那这个在夏季可能相对而言 就比较有机会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 可以在龟山岛外海看到虎鲸 所有出海想赏金的人 或者是对于生态环境教育 这些有想要进一步认知的人 都应该了解的 就是我们常常在思辨赏金活动 跟海洋教育 就是维护海洋生态这件事情 它到底会不会是有些冲突 或者是说它其实是互相帮助的成分是更多 就郭老师您这边 这么些年做鲸豚研究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当初在算政府辅导赏金业成立 最主要辅导的对象就是渔民 因为其实渔业大家应该也知道 我们捕到的鱼会越来越少 对 然后因此认为说我们可以用鲸豚这样的观光资源 让这些渔民转型成为赏金船 所以其实这边乌石港有一些赏金船家 他本身是从渔民转型来 或者是现在同步从事赏金跟渔业这两块 对 那他们慢慢经营赏金到现在也已经有20年了 有许多船家也都开始把这些 鲸豚当做他们的好朋友 毕竟很多游客就是冲着鲸豚而过来的 对 那其实因为渔民早期的话 他们觉得海豚是会跟他们抢鱼货的生物 所以在早期的渔民是对海豚相对不友善 他们觉得这是 就是像我们农业上会有害虫 对他们而言就是一种鱼害 对那近年就是我们有厂经业慢慢发展起来 这些年 有一些业者他们认知到说 反正捕鱼可能也赚不了以前那么多钱 那我们就专心来做观光 然后让大家开心 可是有些可能还是对于海豚 就是抱持着一些比较负面的态度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进行赏金活动的时候 可能也是要注意就是 现在开始有在推一个叫做 友善赏金的概念 这是海保署在推 就是希望说我们的船只在遇到海豚的时候 至少保持着30公尺左右的距离 就是跟我们现在防疫一样 你要有社交距离 你不要太迫近海豚 因为这样会有点干扰到他们 对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可能同时观赏的船只不要太多 因为如果就像我们自己家里面 如果外面围了好几辆车子在堵着你的话 你也会觉得很奇怪 而且好像被包围了 如果只有一两艘船 或者是现在大概指南上面是建议说三艘船 他们可能还会觉得是客人 是有趣的人类跟有趣的船 可能还会跟你稍微玩耍一下 所以对友善赏金 对动物 我们就是要替这些动物稍微着想 这样子赏金 这个行业可能就会更有趣 是 那老师您在做环境教育的时候 对于大人小孩在看过鲸豚 了解过他们的生活的样貌 真正接触过他们之后 你觉得那对于台湾人向来害怕海这件事情 它会也有一些怎么样的 比较深远的影响吗 因为赏金船是一个算是极度安全的水域活动 它不像任何冲浪或者滑毒木中那些 你有可能落海 你有可能被浪带走 还是被溺水这些可能性 我们赏金从头到尾 基本上一定会在船上 对那如果大家运气好的话 那些海豚还会很靠近船 就是对我们船之友善的海豚 所以他甚至可以出现在你的甲板下面 在那边游过来游过去 因为船在动的时候 其实会带一些浪 那有些海豚喜欢跟着这些浪去移动 他们会跟着船在那边冲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离游客非常的近 就在你的船的脚底下 就如果你在最前面的甲板 你就会看到他们在你的正下方 左穿右穿 甚至有一次还看到说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正在交配 有人曾经在船底下看到两只海豚 正在进行豚与豚之间的连击 对就是会这么的环乐 而且这样的话游客他们就会对于海洋 当然像你刚刚说我们对海洋有比较多惧怕 但是赏金本身是一个安全的活动 而且他们会看到这么丰富的画面 更不用说飞旋海豚出来跳水跳出来的样子 他们就会拍手 那个时候对 所以大家就会对海洋有更多的亲近之情 当然也对鲸豚有亲近之情 那其实以龟山道海域这边来说 我们在这边赏到的那些海豚 大部分是属于定居者 就是所谓老朋友们 所以才会变成说飞旋海豚的出现率特别高 然后这些评比海豚、真海豚 他们可能也都是定居在这边的海豚 最后阿普老师告诉我们 龟山岛海域的赏金活动 最独一无二的特色是什么 那三月开放赏金是因为我们这边龟山岛的封岛 是三月一号的时候开岛 因为这里宜兰的赏金比较有特色 跟花冬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不只是赏金 也可以去绕龟山岛跟登龟山岛 对这也是我们这个产业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如果今天真的很不幸没看到金豚 因为他是野生动物 就算这里的目击率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只海上的大乌龟 对如果我们还有上去登的话 我们还可以看到上面的一些居民留下来的庙 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物 其实是蛮有趣的体验 对跟花冬的状况就不太一样 节目最后大米要跟大家忏悔一件事 我搬到宜兰定居七年多了 常常看着龟山岛 就只当成是一个远处风景 如今透过这集节目认识这么多位龟山岛人 我才了解那一片山和海不再只是浪漫的风景 而是一段段刻骨铭心的生命历程 也感受到故事主角们的真性情 如今在看龟山岛已经不是单纯的一道风景了 我也收集了好多故事 可以说给以后来宜兰玩的朋友 还有自己的孩子听 谢谢你收听咪咪之音与蓝阳博物馆合作的海洋生态博物馆三部曲 本集是首部曲《龟山岛》 感谢四位海洋达人献身 下一集二部曲的主题是蓝阳博物馆 欢迎持续锁定 也别忘了分享给更多人听见哦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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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